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我自己买的一些彩妆品们 那我把它们全部整理起来 然后把我个人最推荐 然后最喜欢的产品 把它就是等于列出来提供给大家 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首先呢先从底妆品开始 因为进入秋冬 其实今年秋冬的底妆趋势 是属于比较光泽感的 就是不像夏天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 那个时候是比较流行 比较雾面的妆感 所以光泽感的底妆呢 我有几款要推荐给大家 一个呢是雪鸡精的这个BB霜 这一款BB霜 它有两个颜色 然后它深色就是自然色 刚好是符合我的肤色的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这一支 因为这一支BB霜 它其实它非常的保湿 所以说很适合秋冬的季节使用 然后它的遮瑕力就是也还不错 我觉得是刚刚好就是不会过度的厚 然后也不会像是就是有一些CC霜是 就是没有把它取代底妆的 所以这一瓶其实是如果你想要快速薄透的 的一个妆感 其实可以考虑这一瓶 接下来呢就是Bobbi Brown的这一瓶粉底精华 这一瓶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很多人分享 但是它算是黑嘛 因为呢其实之前比较流行的粉底精华 通常都是雾面的妆感 但是这一瓶它的粉底精华 它也是一样是这样低管的设计 然后它挤出来其实是比较浓稠的 可是呢它的妆感其实是很有光泽的 而且我很喜欢是因为它有一个 类似薰衣草就是那种草本的味道 所以说在秋冬的时候用就有一种 它同时在润泽你的肌肤的感觉 另外一瓶我很推荐的就是 3的这一瓶粉底霜 很多人都会很担心粉底霜是不是会很厚重 但是其实不会 而且其实这一瓶的粉底霜 它甚至是比Bobbi Brown这一瓶还要再薄透一点 所以说因为3他们家的彩妆都是走一个很淡 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喜欢那种很淡雅妆容的女生 就很适合他们家的品牌 然后同场加印呢就是3 这个粉扑有一点脏 因为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使用它 它就是有出这个爱心型的粉扑 然后是搭配那个粉底霜用的 我觉得也非常的推荐 再来呢就是遮瑕的部分 一个就是YSL的名彩笔 这一支名彩笔大概是我每一年的 就是推荐清单都会出现 因为它真的就是数十年来都是如此的好用 然后因为它是属于液状的 它除了遮瑕以外 它也可以打亮 然后它是属于怎么讲 就是失败率蛮低的一个遮瑕产品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Dior新出的这个遮瑕膏 它叫Fix It 然后这一支很特别的地方呢 是它里面是一个双色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中间透明的地方呢 它其实是primer 那primer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眼中有一些细纹啊什么的 常常很多你都会另外需要用一个打底的 试底乳去抚平它之后 再用遮瑕膏去修饰你的黑眼圈 那它这个等于是二合一的妆效 所以说对于眼周肌肤比较多细纹的女孩 这一支遮瑕膏我非常的推荐 腮红的部分呢 其实就像我说的今年 因为很流行光 就是秋冬比较流行光泽感的底妆 那所以在包含夹彩的部分呢 其实像我也很推荐像这样的这种霜状的腮红 那因为像这种霜状的腮红呢 它其实就是用量必须要很少 然后你要慢慢的用手去点它 但是它就是化完会 你的脸上是会有一个光泽度的 它就跟一般粉状的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是 Estee Lauder的这一个腮红 它是08号 那这个颜色它是peach passion 它就是一个粉橘色 然后带有一点亮光泽感 我现在脸上刷的就是这一个腮红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的脸它是有一个光泽度的 再来呢就是眉毛的部分 一个是Georgia Armani的这个maestro 是一个霜状类的有点像眼影膏的这个产品 然后它就是画眉毛它画出来的线条是很柔和的 所以其实是初学者都很不容易出错的一个产品 植春秀今年推出的就是这个整个系列 就是眉毛的这个系列 武士刀的这一支眉笔是他们最经典的 然后他们又推出了这个是brow ink 就是它会等于说先帮你画上一个眉毛的阴影 然后你再用笔去描绘 然后最后再用染眉膏 就是我现在就是用植春秀的产品画的眉毛 就是我很喜欢植春秀这个系列 它所打造出来的眉毛的那种立体感 再来呢就是眼影的部分 我要推荐一个这个是Dior的新的这个系列 它这个色号是508 然后它是带一点粉色的大地色 它下面这个咖啡色呢 它是一个类似膏状的的一个材质 所以说它画上去之后 它其实也可以取代眼线 然后它的颜色饱和度会比其他的眼影来的 还要再亮一点 然后呢同时它有最上面这个 它是一个很闪亮的一个亮粉 所以说你把它画 你画好你的就是大地色的渐层之后 再叠上这个亮粉 然后你的眼睛在眨眼的时候 就会让人家很想要很靠近的看着你放电的眼睛这样 另外一个呢是我也非常推荐的是 Givenchy的这个限量的眼影盒 知道很多女生对于紫红色都比较害怕一点 但是其实紫红色画起来是会让你的整个眼神是很柔和的 然后是很优雅甚至有一点贵妇的感觉的 所以它这个系列它的紫是很好驾驭 很适合东方人的紫 眼部的产品呢当然就不能错过眼线 那说真的我用过很多很多眼线 但是我始终呢都会回来植村秀的这一支眼线胶笔 然后它的这个细度呢是刚刚好你一笔画过 就可以填满你所有睫毛的空隙 所以说这一支眼线笔 我不夸张我从它上市到现在以来 我应该已经用掉六七支有了 就是黑色跟咖啡色我觉得都非常的必备 睫毛膏呢专柜品牌 我对于兰蔻的这一支超卷翘性感睫毛膏 始终如一的爱恋着它 可以刷出像这样子根根分明 而且我这个只有刷一层而已 我没有在另外在就是上别的睫毛膏 就刷一层它就可以刷出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一支也是非买不可 而且必囤货 然后睫毛夹的部分呢 我也是很推荐植村秀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植村秀 他们家的工具都做得很好 然后睫毛夹这一支我用了好多年了 然后它就是可以把我的睫毛 很临死角的头尾都夹得很翘 但是呢因为睫毛夹这个东西 其实是跟每一个人的眼睛的这个弧度有关系 所以适合我的眼睛不见得适合你的眼睛 然后它价钱我记得也是蛮便宜的 再来呢就是唇彩的部分 如果你在寻找唇膏 我很推荐Dior的这一支 Dior Addict新的这个系列 然后这个颜色是他们的广告色是976 然后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霉红色 很水润非常非常的水润的 所以这个系列的唇膏是那种 你可以不用擦护唇膏 然后直接画上去就会让你的嘴唇 让人家很想清的感觉 所以这个系列的唇膏我非常喜欢 然后再来就是YSL的这个唇精脆 我现在擦的就是这个唇精脆 它擦起来呢会有唇蜜那种亮亮的感觉 但是呢它不同的是 当你这个颜色你吃掉了之后呢 它还会留下一个淡淡的粉红色在你的嘴唇上 所以说它就是会让你的嘴唇看起来就是气色很好 就是就算你的口红已经掉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打底的产品 另外一个唇蜜 唇蜜的系列我很喜欢的就是3的唇蜜 那他们的唇膏就是 我会比较喜欢他们家的这种类似裸色系的唇蜜 因为它就是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妆感 以上呢就是我今年的周年庆彩妆推荐清单 那这些呢都是我用过了 就是过去这一年来我用过了那么多的不同的品牌 然后我精心挑选出来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产品们 那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